祝我菩薩 隆天佛法 師父以及各位常治師父 各位連友以及線上 要看直播的連友 大家阿彌陀佛 剛剛法神師父有說 就是上個禮拜 大家跟我說要出來跟大家 就是說明一下 我們到宮田到汐鼎這一段行程的經過 本來是客串演出 變成今天是一個主場 我說講幾分鐘 二十至三十分鐘 然後我今天就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這一次去 就是宮田跟汐鼎的行程 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麼在去年的十月 去年的十月份 十月大概十月底 我看師父的這個身體情況慢慢好轉 那我就傳個訊息 再給師父說 師父 你現在身體慢慢好轉了 我現在退休了 我在山上整理我的老家 也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那你是不是要外出的時候 就是從我們家 這裡比較近 從我們家現在試試看 你可不可以演行 就把我們山上當作第一站 當作第一站 那師父在十一月十四號 十一月十四號的時候 賴我 給我回來 他說好 等我身體好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一起到山上去 那個時候我就很高興 然後沒想到 在十一月十五號應該是隔天吧 師父就又有那個住院了 然後在四天以後十八號嘛 師父就演集了 那我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師父呢 每一次經過我們那個 山上 都只是路過而已 路過 沒有真正的就是說 再好能慢慢停留下來 我覺得很遺憾 這件事情我就覺得很遺憾 我經常跟我同學 有講這個事情 那麼也許就是這個遺憾 來促成這一次呢 我們宮田或者戲頂這一次的 招請 或者是灑禁的這個行程 可能也是 當然也是師父的幫忙 師父的幫忙 那麼還沒有講這件事情之前 我首先呢 要向那個就是 我們這一次到宮田戲頂 招請回來的眾生呢 說聲抱歉 說聲抱歉 因為我上個禮拜呢 就是來參加水餐的時候 遲到了啦 遲到了 然後眾生就說很生氣 為什麼你是招請我們來的人呢 為什麼 讓我們在那裡等就對了 都在那裡等不來 你沒有來的 你到底說的是真是假的 是要讓我們來這裡 要叫我們到這裡收銀 還是真是假的 那我是很抱歉 我在此還是要跟他們說聲抱歉 讓他們起這個煩惱心 當然最後他也就是 同意 再相信我們一次 再相信我們一次 那麼我也謝謝這些 那些招請回來的眾生呢 那麼也給我們機會 也願意呢 教我們 要怎麼樣做 我們才能夠上心 才能夠到位 才能夠上心 才能夠到位 這一點我會記得 我會記得 請眾生呢 也能夠安住 安住在我們激光市 是 那麼提到公田跟戲庭 這一次的行程 就是這個延期 就是在上個禮拜天 還有三隻叔叔來說 我們山上那個公墓 有些都已經是無主的眾生 這很可憐 在那邊都沒有人去 就是理會他們這樣子 然後呢 就出來講了之後呢 再來就是 3月 2月 2月15號 2月15號的時候 3月15號 3月15號的時候 我又來共修 共修完之後我去那個 會個室 會個室 然後眾生就 就是 就是因為有這個 這個需求了嘛 然後我們就是 跟輝鴻 還有跟幾位長日師傅 我們來討論 到底要怎麼辦就對了 然後長日師傅 我們也是 就是說秉持著 師傅的那個精神 那麼不忍眾生 在那邊受苦 所以說 那個時候 我們當時也規劃說 那我們是不是整個到 阿里山就跑一趟這樣子 就是 那個時候考量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那個 時間很緊迫 那個時候又地震後 又再要下雨 那怎麼辦 然後在那邊 就是在 師傅也是說 既然那邊有需求 那我們就趕快 就是先去我們去那邊 先到我們那邊 到我們那邊去 然後我就跟李慧鴻說 那我們選一天 看哪一天比較合適 因為那一天是整個禮拜 整個禮拜都會 每天都會下雨 每天都會下雨 那輝鴻師兄就是說 那早一天沒有閃電的 沒有閃電的 那一天就好了 不要有那個雷急 雷急的天氣就可以了 那那一天我們早 那就是我們禮拜要討論 那禮拜四早上 禮拜四就決定禮拜四 禮拜四那天天氣最好 雖然有下雨 但是沒有 沒有不會 不會打雷 不會打雷 好 那就我們就這樣敲定了 所以說呢 我們必須要在一天半的時間 把所有人員都召集起來 把所有物品都備足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 也是一個考驗 師傅也是考驗我們的 到底我們的行動力行不行 因為自從師傅走了以後 我們現在出門 我們就是要靠我們自己的 我們都要靠我們自己去處理 那書也說看著說 你們這些到底是協會走路了沒 看看你們到底是行不行 那麼很快的就是我們就是 因為考量到那個山區的道路 就是不適合於那個遊覽車 也不適合中型巴士來跑 那最後決定就是說 那我們就是試不測不要太多車子 因為車隊太多呢 容易落單不好控管 那決定這四部車 二十個人 二十個人這樣子 那當天那師傅也是很幫忙 所以我們就派了六位 這次派了六位 六位長途師傅 還有就是叔叔到山上去 那當初我在想的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山區真的是一個是佛教沙漠的地方 很少就是一些高聖大德會去那邊耕耘 會去那邊觀想灑鏡之類的 那我想說那這一次師傅他們就是這麼多人上去 那我們是不是說就我們整個村 我們來跑一趟 我們來跑一趟這樣子 不只是說我們那邊的眾生受益 就是整個我們這個區域裡面的眾生 也能夠享受到利益 那我當時的規劃就是說 因為我們就是現在地震頻繁 那我們要經過的第一站就是出口 那麼出口就是一個出口斷層 也是很有名的出口斷層 那麼早在1906年的時候 因為出口斷層的錯動 那麼造成眉山大地震 可是有關係的 跟眉山大地震 那據說當時那整個 出口的那個街道的房子 倒了只剩下一間 倒了只剩下一間 你看整排的那個房子 只倒了一間 那我們可以想像這個時候的嚴重性 那麼我們也在那邊觀想就是說 希望山神啊土地神啊能夠幫忙 能夠讓這個地方能夠安靜能夠平息 我們也在那邊做觀想跟朝情 然後第二站我們就到那個 那麼在這之前 我們要出口之前 我們要出口之前 奇怪 惠者師傅他出去很少跟我們交代什麼事情 然後這一次那次要出去就是 因為還在下雨 當天早上還在下雨 我看他臉色沉重 加歡樂就對了 這次出門要去山區 又下雨 替身剛過後 三百強他內身也是很大的這個 看起來是本田式沉重 然後他就在這一次 在這一次的行程當中 他出口之前他就要交代我們 我們這些團員 這次出去 不論你在車子上 或是你在做任何的活動 你只能就是談論到的只是說 跟這一次行程是有關的話 其他的你就是念佛跟持咒 不要做任何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也是 看著也在下雨 這樣子我們也是 其實心情也是蠻複雜的 那我們到出口的時候 在之前我就請我那個同修 先看一下雷達 那個氣象雷達看看 看到底現在的這個雲層 是飄到哪個地方 那個時候剛好有兩個很大的雲層 在我們嘉義的上面 嘉義的上面 然後我們到出口的時候 就好像沒什麼雨了 也不需要打傘 雲變小了 然後我們就是走吊橋過去那個 對面 就是出口斷城那邊 我看我們上方就是 二元平的地方 奇怪天氣怎麼放晴了 然後我說我太太在看那個 衛星那個天氣那個報導的時候 奇怪兩塊雲就從 分成又分開了 分開了 我們就是在這個縫縫裡面 這個縫縫裡面 我就覺得太神奇了 我就跟那時候我就跟師叔講 師叔你看 我們要去的這個山頂上 你看那邊現在是亮著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是沒問題的 師叔可以放心了 師叔當然聽的就是也是 看起來就是比較安心的 然後就是在那邊招請之後 我們第二站就是到那個二元平 那個二元平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過 那邊現在也是一個熱門的景點 就是今天爬山什麼叫那個氣方 我們希望到那個氣方地方 就是因為那裡是我們嘉義 是看過去這些山裡面 最高的一個自高點 相關的一個點就對了 所以在那邊可以看得很遠 可以看到整個中央山脈群 整個中央山脈群 南河曾文水庫 還有我們嘉義寺 嘉義寺這邊都可以看得清楚 南河整個如果天氣好的 可以遠望到澎湖 遠望到澎湖 那麼我們知道西頂這個地方 早期是原住民的一個獵場 就是打獵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那邊很多眾生也都 那個時候也在那邊打獵 也犧牲了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們先民 到台灣就是開墾的時候 就是有混召山也 燒山嘛 一般人要經地 你那些就是說 我們那些樹啊 砍下來的樹啊那些怎麼辦 沒有辦法搬走嘛 也沒有什麼利用價值嘛 就是用來燒啦 就用來燒嘛 我們知道你燒了之後 有時候你不滲的話 你會變成火燒山 整個山都燒了一燒就對了 那你就看可以知道說 那些野生動物啊 那個驚慌 那逃竄 或者是因為這樣子死亡 的那種慘狀 所以我們去那邊也做這個觀想 還有就是澎湖 澎湖的水族類眾生也很多 我們就也是 就是在那邊就地觀想 還有做見識 那麼因為時間緊緊破呢 我們又回程的時候 我們就繞到就是現在的 阿里山公路的替代道路 那在那裡呢 就是可以經過這個彌陀山寺 彌陀山寺 彌陀山寺 各位應該有 有很多人都知道那個地方 那邊地方就是 如本法師的一個 嘉義的一個道場 也是在公田 那邊也種了很多櫻花 每個櫻花 盛開的時候呢 都有很多遊客會過去賞櫻 然後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個櫻花呢 它慢慢會一點一點比一點少 因為如本法師他現在發現說 我們佛教是一個修行的道場 然後 只有遊客來只是看花 他不是來修行 這樣一個道場好像也不太合適了 所以他現在就慢慢改成種樹 他會慢慢改成種樹 所以以後櫻花的話 數量會越來越少 那麼因為他就是說 如本法師上次也是 師父比如大典的時候呢 也來幫我們師父祖法 那我們想說 既然我們經過的時候 就順道過去就是 彌陀山寺 祈禮佛 這樣子來答謝這個諸佛菩薩 這樣子 我們在那邊停留了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到 我們嘉義人力潭水庫的一個水源區 就是它的原有 原有的地方 我們去那邊撒盡 去那邊撒盡還有觀想 要感謝這些樹神 還有這些土地神 能夠保佑我們這塊土地 讓我們嘉義呢 有這麼好的一個山泉水質 大家能夠享用 然後再來就是第四站 第四站就是到我們老家了 到我們宮田的老家 那時候因為這時間也快到了 而且出差菩薩也過去嘛 難道我們必須要武功 武功 武功的時候呢 就是回去了大家也都 他也都準備好了 就是武功的儀式嘛 還有灑禁嘛 完了之後 大家就開始用餐 開始用餐 用餐完之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去觀想 就是要去那個 公墓那邊觀想 還有今天那邊招勤 因為那邊距離就是 可能比較那邊比較雜亂 因為現在那邊很少人 就是在那邊葬在那邊的 大部分現在都送到那個 那個玲固塔去 那所以說很多 很多沒有人就把他 可能沒有祖孫的啦 那些無祖的那個 魂墓呢 就沒有人照料他們 後來呢 我們就在那個眾生有時候 那你們不需要去到那個地方 沒關係 你們就在比較高的地方呢 來做觀想 來做造型就可以了 那個時候我們就想說 那有一個地方是很合適 是一個國小 是一個國以前的國 現在已經廢校了 國小 那裡有還有一個廟 就是我們在我們地方的公廟 那個地方公廟在那裡 我說那邊可以 那我們吃把飯就走過去 走過去 然後去那邊做觀想撒鏡 然後我跟各位報告了 我們雖然我們是佛教 雖然是佛教 但是我們經過道教的地方 他的那個廟 我們都還是很恭敬的 還是感謝他們 跟他們問訊 感謝他們就是說 保佑他們這些村民 這些民眾大家能夠平安 這樣子 不會說因為我們是佛教 我們就是過不問 不會 這一點就師父也都做得很到位 在這個完了之後 我們整個行程大概就是這樣結束了 結束了 然後回來的時候呢 然後就開始下雨了 開始下雨了 回到我家也同 就是臉裡面呢 也沒有時間再進去 進去屋子裡面坐了 就直接回來了 那個時候雨就是 真的是下的很大 下的超級大 超級大的雨 也都一路上 大家也都很平安 所以我還是感謝 祝我菩薩 還有師父的加持 然後這次的行程能夠順利 順利 然後再來也有一點時間 可能就是講一下 就是說因為我跟師父就是說 在仍然近視的時候 就認識了也一段時間 到現在也一段幾十年 然後在這段時間呢 我所看到的師父 還是我經歷的事呢 有一些事情可能各位不知道 那麼我這個時間呢 跟各位就是來報告一下 然後我們知道師父見識呢 他從來就是不會去化園 不會說跟 就是 也許說跟自己的聯友 或者是我們廠商 來化園 就是說我們要見識 你們要捐血錢怎麼樣 師父從來不提這種事 他要化園的就是說怎麼樣呢 要你施術嘛 要你戒煙嘛 戒酒嘛 戒毒嘛 他就是要跟你化園這個東西 那麼我們知道師父 他也是一個很愛惜物 東西的一個人 他的東西他都保護得很好 那麼我們費客室就是搬到三樓之後呢 他的桌子都上來之後 他就希望說 這個桌子的表面呢 我們可以怎麼樣避免他以後 磨損還是怎麼樣 師父他原來的光澤 那麼我就跟師父說 那師父我們就是用個玻璃 強化玻璃 把它蓋在上面就可以了 蓋在上面就可以了 師父說這樣可以 那我說 那我們客戶剛剛有在做玻璃行 家裡蠻大的一個玻璃行 我就請他來量 然後來做 那這個客戶很快就把它做好了 送過來 送過來之後呢 他才發現怎麼樣 他這個尺寸呢 不是說很方正 而且這個高低也不平 擺下去以後呢 根本就沒有辦法來 根本就是不適合了 不適合 不能用 那個這個玻璃行 他也就是說很抱歉 就是說因為他當初沒有量好 沒有量好 正常的像我們這個 就長寬量一量 大家就曉得了 他是長寬 他是不一樣的 那老闆娘就是說 那很不好意思 那沒關係 我們再做一個新的給你 就舊的不關你算錢 那新的來做一個給你 那師父因為就是當初就是說 這個不平 玻璃鋪下去以後呢 也是不平 這樣也是不行 那師父說決定就不要做了 不要做了 那這個原來的玻璃這個錢怎麼辦 當然就是廠商他願意負責 他願意就不收錢了 他就跟我說 冷壇 我跟你說 你的玻璃看多少錢 他要算錢本來好還是怎樣好 你要給人錢 你不能給人家賠責 沒關係他去人做不對 但是我們還有其他的地方會用得著 還有其他用得著 我們還可以寄還可以用 但是你錢一定要給人家 你看師父他的為人就是這樣子 那我說好 那我就跟那個老闆娘說好 那就多少錢嗎 那個老闆娘也是說 怎麼樣 怎麼會有這種出家人 你看 他願意就是說 不收我們一分錢 他把東西送給我們也好 如果說我們這邊就是說沒有事 他拿回去也好 他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然後在不久之後 我們這個廚房前面要用一個遮椅棚 遮椅棚 那個時候就是有人要 就是監給我們室裡面這個玻璃 但是施工還有葬梁的部分 要我們自己來處理 那個玻璃廠的話 他就是說我給你玻璃 但是你要把尺寸都給我 然後就是說你們 就是他載下來的時候 你們這邊就請來施工這樣子 如果是各位的話 你還會不會找到 還會不會找那個做玻璃行 哪一個來做 你們應該不會 已經試過一次了 不再去試過第二次 但是師父要找我說 你叫那一個 上次跟門做玻璃那一個過來 我現在有一些工程要請他再做 說師父 你還要叫他來嗎 他一定要跟我們做不對 你還要叫他來嗎 他說你就是叫他來 還叫他來做 師父你看 他還是要給他機會 他是願意給他機會 當然這一次我們有把我們做好了 這個玻璃藏梁整個施工都沒問題了 再來我就覺得說 很可惜的就是說 這個玻璃行的那個 老闆或者老闆娘 沒有因為這樣子 踏進我們這個佛門 很可惜 有一天 有一天 這個老闆就是有一些工程 就是等於收工了 他就過去檢查一下 還有一個要收拾 要收拾 他們師父就說 這樣我覺得我怎麼去 他說不用 我自己一個人去就可以了 結果他去施工的時候 不慎 從那個樓梯掉下來 因為那個是在 可能在工廠裡面 沒有人發現 等發現的時候 那個老闆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很可惜 很可惜 這件事情可能有些人也不曉得 也可能到真的也不曉得 另外就是說 就是我所聽到的 人家對我們 我所 就是說 怎麼樣 別人怎麼樣 對我們極光寺是怎麼樣的評價 什麼是評價 我們通常在灑作水的時候 都會用到作水對不對 用到那個礦泉水 礦泉水我想說 那我們家附近就有一個 知名品牌的礦泉水的經銷商 我就想說 那是不是把它介紹給我們市裡面 然後因為它是有品牌 大家可能就是會比較喜歡 然後他也來接洽了 最後他也把這個生意做成了 做成了 然後我回去之後 有一天我去那邊買礦泉水 他跟我說 他所跑過的道場 他所跑過的道場 所以就是你們極光寺 就是不一樣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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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 他說 你們那些事先都做好準備 車 什麼 要放到哪裡都 都準備好了 師父來就會幫我們引導到那個地方 而且還是幫忙 倒貼 倒什麼 這樣 當然最後我還是要感謝師父 然後照顧了我們這個家 幫忙我們這個家 尤其我這兩個小孩 從小就接觸了師父 他們真的都很聽師父的話 包括他日常行為 或者是他工作 在跟人家相處的時候 他都很聽師父 照著師父的話去做 所以說我跟我同修 竟然想說 我們這一輩子能夠遇到師父 真的是很清醒 不然我們現在也是做什麼 山土的苦病 以後也是六道的流浪漢 那我們在這個 這個繁城 不知道還要打滾多久 所以我們就是說 我們師父算不在了 但是我們 我想我們每個在座的 在座每一個聯誘 只要我們照著師父的話去做 做著師父的話去做 其實我們可以省掉很多的災難 很多的災難 那麼我要跟各位分享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